对战刺屯斗罗 蛇毛斗罗 动手 防御 坚守 等待远军 唐三将自己80%以上的精神力 都集中在了那两名封号斗罗身上 这两名封号斗罗的年纪都在80开外 左侧老者身高两米开外 瘦长的身材宛如镖枪一般挺拔 五魂释放之后 他的身体并没有什么特殊变化 可手中多了一只长约杖二的蛇毛 眼前这名封号斗罗扑出的方向是独孤伯那边 另外一名封号斗罗身材中短 胖瘦适中 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 可是当他的五魂释放之后 他的身体如同气球一般膨胀 无数紫色尖刺从他体内冒出 变步于本体 刺屯 通过精神力的简单判断 唐三已经说了 这两名封号斗罗的五魂党集都在独孤伯之上 真正的战斗实力自然也在独孤伯之上 一层氯气猛然从独孤伯身上喷勃而出 就好像长了眼睛似的 就好像长了眼睛似的绕开唐三和杨无敌 身上第三魂环闪亮 独孤伯博士拉出的绿色毒物 竟然就被他吞入腹中 一点一滴都没剩下 独斗罗 不用试图抵抗 这二位长老 是我为了对付你专业的情况 你的毒在他们的情 毫无作用 什么 在雪清和说话的工作 那名蛇猫斗罗已经来到了杨无敌身前 把蛇猫青鲁幻化出九道光影 笼罩向妖狗 黑色光芒的狐龙般帅气 杨无敌不退返进 演出光芒大盛 出了风味气气的爆发性魂 骤揽释放 对手攻击九里 杨无敌却持取意义 根本不顾自身防御 破魂枪 破魂枪上黑芒激荡 他将全身气势全部凝聚在这一枪之上 直奔蛇猫斗罗身上刺去 什么